最近的还有一些消息也是跟中国韩国都相关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韩国在中国留学 还有很多中国人其实也在韩国留学 而马上就是开学的时间了 韩国的开学推迟了一周的时间 而中国里面很多大学的开学时间还没有确定 还在等通知 有一些负面的传言是怎么说的呢 我是某某地方的 我们这个学校都不让我们开学 然后我们口罩买不着 还贴出一个可能是非洲那边的一个留学生 贴出他的照片 然后晒的图 说你看他又给发口罩又给发吃的 觉得这个特别不公平 为什么留学生就可以受到这么好的待遇 但是也有一些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 其实并没有想到这样的待遇 比如郑小珍到现在一个口罩没定到的 但是老师还是很关心你的嘛 每天还要上网报自己的情况 这只是一个相对消极的报道 我相信不是所有的地方 所有的学校都把留学生 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都捧成爷 然后中国的选地学生不管 这不可能的 就老觉得好像自己遭受不公平待遇了 学校对我们不好 对留学生好 我想问一下 韩国对于中国留学生会有怎样的措施吗 比如想回去上学 还是说你需要等通知再回去 前段时间开学延迟了一周 但是还是要开学嘛 所以很多在韩国留学的中国学生 纷纷都回韩国的情况 大部分的学校呢 提前跟中国学生联系好了 问问他的状态呀什么的 确定了他的回来的时间的话 从机场用专门的车把他接过去 问问你愿意不愿意隔离14天 中国学生也是一个 可能这个是为了中国人做到的事吧 因为是如果我不想隔离这种不太配合的态度的话 又这种新闻报道了 那就韩国网友又开始骂吗 韩国网友其实会有这种喷子 肯定 就是说什么 你看你们对中国留学生这么好 给他们准备什么东西 准备了吗 准备了 便一隔离14天的话 准备了什么消毒液呀 然后口罩啊 吃的呀什么的 然后韩国网友也会去喷 你看你对中国留学生这么好 我们自己的学生怎么样是吧 对于这两拨人其实是不分国籍的 他们是一类人 说这种话的人呢 我觉得你不是在黑韩国 或者韩国人也不是在黑中国 都是在黑真正做事的人 无论是学校还是相关的负责单位呀 人家在干事 而你们总是传播这种说 无论中国韩国啊 凭什么外国人来了 就可以受到更好的待遇 我们本国人为什么就不行 我觉得这就要受迫害妄想症 两个国家的学校都不可能傻到 说把病毒引到自己学校来 然后还供得跟大爷似的 我觉得干这样的事儿 每个国家每个学校都是为了中国也不想再传染 韩国也是这样子的 之前也有一个新闻啊 很多网友也留言问你说 抵达成都的一个韩亚航空的飞机都是一百多人吧 其中好像有一半都是外国人 好像是韩国人啊 传言当时说的是测一下体温 全飞机人都正常 然后就都回家隔离去了 刚开始这个传染病爆发的时候 中国人愿意去韩国治吗 当然没有吧 那肯定的呀 能在自己的国家治当然更方便 但是刚爆发的时候 很多韩国网友来韩国的中国人对他们骂 就你们为什么来我们国家治啊 你们去你们国家现在别过来了 这样开始骂 然后现在呢 韩国爆发了 然后有一些从韩国去中国的人 然后有一些网友说 你们为什么占我们的意料什么的 这样骂 但是作为一个韩国人也是 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国家语言方便的地方要治 所以其实大部分 无论是中国爆发时 从中国去韩国的中国人 还是韩国爆发时 从韩国来中国的韩国人 其实更多的他可能就是来留学 或者本身就要来上班 就来复工 不可能是去治疗 或者去避难的 对吧 你作为中国人 你想去韩国避难 你反正也得办签证 而且如果你不是在湖北的话 当然湖北签发的签证 你也去不了韩国 如果你在其他城市的话 其实咱们真的 咱们中国控制的已经 很多城市已经多日零申报 已经控制的真的不错了 不会有那么多很傻的中国人说 我在中国待得好好的 然后我要增加我的生活成本 买了不便宜的机票 然后有没有签证的 但是说还非要去韩国 我去避难 你怎么可能呢 现在我相信 如果我是一个正常的韩国人 我非跑到一个 我还需要办签证的中国去避难 也不可能 真的要避难的话 不会选择这么近的距离吧 要不去什么 卡哇伊啊 一些稍微圆一点的 所以说回到成都 那个飞机上啊 有160个人 有80个韩国人的这种 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有原因的 他们要么就在这工作 要么就是留学 而且去的的话 肯定相关部门是会有措施的 只是各地不一样而已 上回我们说到的危害 他们可能是选择统一隔离 而成都肯定有他的做法 你说160多个人 如果80个韩国人随便走了 剩下80个中国人都被强制隔离了 你可以喷 但是呢 如果这160个人都是同样的方式 所以我不知道不公平的待遇在哪 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咱们跟家呆着人呀 也帮不上这帮忙 就别给人家干活的人添乱了 我就不相信成都的相关部门没有措施 他们不比谁怕出事 因为这个航班如果出了问题的话 你还是跟家呆着敲键盘 但是相关的负责人 他得承担责任呀 你觉得他们真的傻 怎么可能比你还不着急呢 对不对 然后就韩国中国 而且现在所有的国家 都希望这个传染病再不 不愿意扩散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像这样 就不得不去那个地方的人 你相信那个市政府 他们让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这样对你安全 对那个城市或者国家的人也安全 日本 日本 你们怎么内松外野松呢 啊 彻底放弃了 这不过呢 我想听一听 因为是现在韩国有一些媒体 报道日本消息的时候 日本被传染的很多 只不过没确诊而已 在中国留学的日本网友 说说真实的意见 会有日本网友吗 Kill me 你得办卫会呀 起来 Kill me 不能放弃啊 不能放弃 那今天就聊到这吧 大家说我胖了 胖了一公斤 上一次为什么那么明显 是因为上一次用我的手机拍的 那个滤镜啊 这个脸好看 甚至用这个脸拍的 所以不好看 都这个时候了 还臭美什么呀 大家都注意吧 反正呢韩国也是中国也是 现在都不愿意扩散这个传染病 大家希望好好控制嘛 所以呢 咱们现在互相加油吧 我觉得现在中国政府和韩国政府 还是挺友好的 只不过现在网友不相碰的 那么啥 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 也可以看到中国新闻 也可以看韩国新闻的 像我这样的人 那你什么感受 你会觉得 特别烦 就看中国新闻 就喷韩国或者什么 就不太确定的那种信息 传播的时候 哎呀 真是不是这样子的呢 这样特别闷 然后在韩国新闻媒体 什么批评中国 那个什么什么情况 什么什么的 哎呀 真是不是这样子的呢 很硬闷 所以啊 就是大家多看看 我们俩这个小泼自媒体 因为我们三方都有 中国的 韩国的 日本的 日本虽然不会说话 但是我们也会顾及 你的感受的 客观一点 两边的新闻都能看 那就这样呗 一起加油 你的下周 Kiyomi 了 注意防护